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跟奥巴马谈核什么的问题 这事我不太懂 但是我快看人民的心声了 人家报纸都说了 过去咱们我一直印象还是那样 领导人到外国 那么当地的大使馆领事馆会组织华侨什么的咱们的同胞 到机场 到机场欢迎 现在没有了 原来是悄悄的就取消了 这是精兵减证 也不叫精兵减证了 就是说不搞这种形式上的东西 我一看 所以我为什么说 我说低调的我都不知道 我们可以看看现在列出来的一个表格 原来从78年秋天开始 很多事都已经变了 1978年秋天开始 为外宾访华举行欢迎仪式的地点 已经由机场改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广场 不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 上世纪80年代开始 我国领导人出访一般不再举行答谢宴会或答谢招待会 1991年开始领导人出访的李返京送迎仪式从机场改在人民大会堂进行 原来都在机场嘛 2003年开始我国领导人出访李返京不再举行送迎仪式 2010年你看简化驻外使领馆组织迎送活动的相关安排 但是这个是新华社发的一个报道 标题很长的 都不漏 一字不漏的都要登的 就是讲这个简化这个欢迎仪式 不过舆论一般都是很称赞的 有人我看到有一个评论就是说 回忆以前领导人在海外访问的话 这个欢迎仪式尤其是外面这个领事馆 他那个组织东西是很麻烦的 因为当地的侨领 他们有时候还争风吃醋 谁站在前面 谁能够握手 你知道侨领跟领导人拍张照以后 他又把旁边都开掉 放在办公室的 他是个开餐馆 他就做电脑处理 他们都非常挤上去握手 每次领事馆为了这不是人太少 而是人太多 太难麻烦 组织很麻烦 这次据说胡锦涛主席去 没有组织 但是真的是自发的就有一些华人去 甚至说还有台湾同胞去 但是这个就是自发的 因为我想组织跟自发 这也有好处 就以前呢 比如说你想营造那个感觉呢 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去到哪都受到 侨胞欢迎 但是假如你过去一直有组织的话 那人家就会感觉到 那这个欢迎有多大的程度 是出自真心实意 还是他是被组织的 失了欢迎的 失了欢迎的这个诚意 你谢谢人家 欢迎人家 你要出于诚意嘛 但现在你自己不组织了 人家在自发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判断 这个欢迎的这个诚意的程度 有多大吗 你说的啊 这个我我很感触 特别是就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 那我很感触 你又没觉得中国 或者不叫中国吧 叫大陆 大陆的这个很多活动 不管是晚会还是什么 你看啊 管主持人有一个翻译 叫思宜 对 思宜这个称呼啊 比主持人准确 就我主持的一些场合来说 因为我发现呢 他不太关心你主持的好坏 真是思宜啊 甚至让我想起祭司 你知道吗 我们的很多 我我我包括我去主持的晚会 我感觉像仪式 你知道吗 他不像个节目 你看外国的电视节目叫个兽嘛 他他他他是一个节目 一个兽 我们的很多东西啊 呃 我被要求主持的这个方式 嗯 真的让我想起什么 古埃及的祭司 或者说 他就真是思宜啊 就是你是思这个仪式的 你明白吗 他不是说 你像美国奥斯卡那种主持人 搞搞笑啊 很轻松 大家玩玩嘻嘻哈哈 他不是很多你到地方上面去 他组织的这个活动 你要所以有些主持人非常擅长 我差点是 就是这高八度的这个调门 你知道吗 你看他完全像是撕一个仪式 是吧 观众朋友们 是吧 先生们 女士们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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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现在开始了 必须是开始了 你看 他他都得 你这个阴往上撬 就提示大家鼓掌 没错 对不对 没没没 就是你看 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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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你发现没有 他是个仪式 嗯 不过这个仪式啊 所有的仪式的来源都值得考究 嗯 就是一个仪式 他为什么会长期存在 他的需要 是什么 比如说你会发现 其实除了我们领导人外访 嗯 或者是像过去 你甚至是出一趟国门 回来一趟 也有 在没有改革之前 也有很多的欢迎仪式 送别仪式等等等等 这些仪式的作用在什么地方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比如说一个国家的官员 领导人 要出国访问了 嗯 那你他回来 你欢迎他干嘛呢 呃 或者你送他是为了什么呢 这仪式你需要说明他的作用 因为现在有时候 那出去呃 厨房 那么我们当然要欢迎了我们的这个家长吧 对吗 那么厨房成功归来 我们也要庆祝一下啊 我什么呢 我我小的时候是是这样啊 就是这个这个 当然我小时候在石家庄啊 我欢迎那个领导 你欢迎过 级别比较低 就是市长啊 或者有时候区长到外边开个会 回来 我们小学生也欢迎区长开会 对对对 回来 就这个道理 比如说你记不记得去年的时候 出过一件事吧 去年就两会 前年吧 就好像有个地方官 他去开两会 对对 要开两会搞阅兵嘛 对对对 是一个县还是个县 对对对 去搞阅兵 结果在网上被人罵 好的 他回来了 全程休息一天 对对 然后要要要搞阅兵仪式嘛 理是有必要存在的 错误的是就是夸大的 跟缩小的理 就不合适的理 你以前呢 你比方说国家来讲 呃 迎接是对等 或者是略低 嗯 就是这两种 就是说一般来说 你一般你总统到了 我这边的总统来接你 这是最高规格 规格 但是我也可以派外交部长来接你 对 副总理来接你 然后我总统在宾馆接你 跟你会接 对 这个也可以接受 那以前中国的领导人出去呀 出访也都是这样 比方你周总理出访 你可能是个副总理在送机 接机 嗯 但有的时候发生特别情况了 就会出现特别的反应 你知道有一次 周总理回来 嗯 毛主席到机场去接他 哦 记得 哦 记得 记得了吗 我记得那照片 四个人 毛主席接 所有人都接 为什么呢 因为他去苏联访问 苏联呢 博人涅夫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了 嗯 搞下台了 当时苏联的有一个 我忘了谁高官 军方的一个什么高官 嗯 借了喝酒 发酒疯 就说 就跟周恩来说 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弄掉了 你们为什么还不把毛弄掉 啊 结果当上 就真的 这个历史上很大事 中苏关系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转折 嗯 当时呢 他用的是俄文讲 翻译没翻成中文 但是其实他们马上 知道了 翻译就告诉周 周总理他们就抗议 而且就就离开了 哦哦 就马上突然反国 包括彭真 包括周恩来 因为这个是 你这个太大的一个侮辱 对我们的领袖 这个时候你出访的人 要是不做 不及时做反应的话 是一件 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他回到北京 毛主席在机场接他 倒行啊 所以这个是破理了 嗯 这个是破理了 就把理规格抬高了 所以所以 其实理这个东西 始终是存在 我我前两天还在 我参加学校那些 开玩笑讲 好像没意思的 比方说 颁奖啦 好像毕业典礼啦 我们都得穿个袍啦 所有的东西 都是安排好的 你坐在哪个位置 你上去什么 全部是下面工作人员 帮你安排好 你讲的就 但是后来 你看到下面学生的 那个表情 尤其是看到 他们家长的那种 感动的那种表情 你就觉得这个理 还是有必要做 当然了 这个毕业典礼 这个袍还是要穿 当然了 我觉得理是重要 但是问题是有很多理啊 我们是可以考虑 它的实际效果的 就像你刚才讲 毕业典礼 大家穿学袍 这种实际效果 可是比如说你讲 国与国之间的往来 这个理也很重要 这种面子啊 是是是 问题很大的 你比如说像 胡锦涛今年 其实还要再去美国 做是国事访问 这次是工作访问 下次是国事访问 国事访问 这是很重要的了 这是在美国 那是最高级别的 一个接待 我记得我们台的 首席评论员嘛 那个前阵子还说 印度的新格 不是也去做了 一次国事访问吗 对 国事访问的 其中一个标准啊 就在于 白宫有没有搞国宴 这个国宴有无啊 就决定 这叫不叫国事访问 还有什么礼炮啊 礼炮对 但是其中国宴 晚上大宴宾客 在白宫搞 对对 很重要的 有夫妻俩 混进去了嘛 对 但是当时 我记得阮先生还说呢 就说哎呀 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个只是搞交际应酬 我就不太同意 因为我觉得 国事访问的标准就看着 你看这回胡主席去啊 他就要有这个国宴 这就是个标准 这是最高规格 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 在于你的国内 比如说你像你说 你当年一个区领导回来了 这是 这是不合适的 因为这个你比如说你缺领导回来 那是老百姓来回来 那如果老百姓去上访 缺领导是不是也有一道理要出来 中国现在很大很大的问题是 你看各省的这个地方新闻 全模仿中央台的这个新闻的一个格式 然后把所有地方的这些领导的 做的事情的报道的样子 镜头 所有这个知识 全都是学 就一层一层学 所以你省学中央 我现学省 所以你看 所以我们现在就从中央开始 一风一俗了嘛 对吗 这个这个 所以这个意义非常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真是时代不同了 是吧 你看现在的这个这个领导人 越来越这个 我觉得是简简明的这种作风 但是当年呢 这个我小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各种各样的庆典欢迎 那都是 就不要说我就姜文拍的那个电影 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找到一段 我相信很多呀 这个这个当年的这个这个人呢 度过童年少年青年的人 看上去啊 会会很有感触的 咱们咱们看一段 给你先放在开放 咱们掌美方 为民们来自远方 来自远方 宽们的一个人都上昌 到我生物长 有一条 特加万米香 万米香 还有我 往米香 我还有我 去 我还有我 去 咱们开放 咱们再奔心 我还有我 到架 哎呦那时候西哈努克老来 西哈努克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符号 而且我一看他们我想见 徐老师你小时候有没有 我们那个时候必须有的一个衣服 就是白衬衣 蓝裤子 白鞋 一到这种时候 哎呀我觉得那个时候怎么三五天就游行就过节的 你实际上有机会接待西哈努克 没有没有那我们级别够不上 接待个什么乔农区去长什么的 我也从来没有资格到机场这样跳舞过 那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学生小学生 我们这种打牢就不像 不我见到西哈努克 我以前在节目里讲过 你看哈信他也见过 我在西哈努克 就在柬埔寨的东南亚 就在今天的皇宫外面 就在他的皇宫外面 还正好出来那是自发的那些民众一下子全拥过去隔得很远 他们中间隔了一个什么草地之类他就很远他他出来就是休息啊怎么样 然后跟民众打个招呼 我我我就是觉得这个这些东西的关键我觉得他还不单是一个简化程序的问题 关键就是一个概念就是从组织到自发 我觉得这个中间有一个质的一个区别 你说的这个我就觉得中央领导人带个好头 我不是开玩笑 我真的我就觉得就说是咱们简化这种不搞过多的形式主义的东西 实际啊我为什么说一风一俗啊 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的这个新风俗啊 咱不是说政治领导人啊 电视节目一切的娱乐节目 你去看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我不太喜欢的一个风俗 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是不是咱们要适应现实 就是越来越虚浮 比如说不好笑的笑话 嗯 机器笑 机器笑 或者大家领着笑 你知道过去我见过有一个叫领 不管领长咱都知道对吧 大家集体鼓掌 领笑你见过吗 专门有一女的在组里开心股 她就是领笑的 你就听你仔细听这群众的笑声啊 事先导演都布置 咱们拍这个情情喜剧啊 大家一定要拼命的笑 敞开了笑 可怎么笑你呢也不好笑 对吗 然后有个女的 她这个气最壮 对吧 你就听她的声音最先 哈哈哈哈 然后哼哼哼哼哼哼 她这么笑 这个很好笑 是啊 她小时候领笑 后来就领唱 对 慢慢就变成领秀 你知道还有掌声也是 我讲的秀是那个做秀的秀 做秀秀的领着做秀 你知道这也是个传统 以前中国还有很多代哭 你知道吗 就到清朝的时候都还有这个习惯 就是大臣死了 真的很位高权重的 就很受器重的大人死了 皇上会真的到这个大臣家里头去吊唁 那皇上进去呢 祭完之后呢 回头得哭 皇上得哭 哭几回 第一回一看到这个像 清啊 就哭一回 那第二回回头 看到这个剩下的太太家人 哎呀 再哭一回 皇帝哭 皇帝哭 但是问题是 这个哭不容易啊 对不对 有时候 他没真情实感 那时候怎么办 有一种官跟在皇帝身边 帮着哭 就皇帝呢 就哭声音就去 哎呦 哭不出来 旁边那个人哭 哎 那掉眼泪 这叫代哭 然后这个代哭呢 是个很高的一个级别 很高级别 那这是我们相和来 你要懂得皇帝的心思 跟他同呼吸 不是 要不说真是上行下效嘛 过去的民间呢 办丧事 对对 也有专门 现在还有呢 这也不单是我们的国情 我们是有比较政治的动机 人家商业的动机 美国人发达的很 你看比赛 他们的球赛比赛 都举个牌子嘛 对 啊 Noise 你罚球的时候 指挥大家 啊 捣乱啊 指挥大家叫好啊 很多人在那里 在那里操控 所以这个操控 这个东西啊 操控 组织 就是 更显得有些 不被操控出来的 就珍贵 你不要 这么多的对领袖的欢呼 我们记得最清楚 是小平也好 对不对 这你没法复制 还有这个 周总理哪年 那个国庆招待酒会 出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解放了很多老人嘛 对 哇 不是 不单是老人啊 因为那个时候 就连邓小平付出 都要被打 打下去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 他生癌了嘛 周总理出来 受得不得了 谁都知道 他是生癌了 对 他到最后一次 跑出来 这个世界人大 就宣布 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嘛 哇 这个全场的故障 还有后来 他那个骨灰 他那个林车 在北京 对 这个十里 长街 这个送行 没人组织的 对 完全没人组织 大家老百姓 所以这种自发的东西呢 就非常非常可贵 哎呀 咱们先取下广告 广告算自发嘛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是不知的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外访 比如说他要见他 在这个外访国 当地 有一些自己国家的侨胞 留学生 或者是有些是移民了的人 商人 他们怎么去见这些人 也很有学问 比如说有的国家领导人 我注意 他去了这些地方 要见这些 比如说美国人 德国人 英国人 什么这些 见自己国家的原来的居民 或者已经走了的人 他那个见法 比如说是搞个参会 或者一个茶会 那个参会跟茶会 一般都会有个台 然后这个领导人要上台 站在上面 跟下头介绍 我们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们希望你们怎么样 那台下的人 一般是坐着 唯一一张张圆桌 一边吃一边喝 一边听你讲 但是有的国家 比如说像中国 我们情况是这样的 一般是领导人去的时候 当地是组织 当地的这些侨领侨胞 是站着一排一排 站着好几排 站着好几排 领导人也站着 双方这么站着来说话 其实我觉得这也看得出 就是不同的国家 怎么去看 这种政治上的 这种人民跟领袖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关系 中国这个是一个 建桥领的 还是为了国内的舆论 对 其实新闻传播就是说 因为你作为一国之首 你到了外面 你要关心我们的国民 在海外的国民的情况 通常关于生意的问题 对 还是个面子 有很多问题 还是个面子 你说这次的 胡主席去 海外报道了最明显的一句话 就是说他关于人民币升值 他讲了一句话 就是他讲了很多 但是里面一句话 人家最重视 我们绝不会在外面的压力下升值 其实这个在心理上 外国人就分析 中国人是这样 中国人其实这个 这个面子的因素 还是在 就是说我们这个 可能会升值 但是你们越压我们升值 我们越不会升值 不屈服 因为我们绝不能在你的 所以外国人 他现在有时候也很坏 他们会满足你的面子 再过一段时间 再会做一些什么什么什么 那别的 我看美国就有点这么 现在就是这样 其实呢 大家都预测 人民币恐怕会有些 但不会 暂时不会 而且胡主席这回说这个话 其实他也开了那个口子 就是说我们 也许开了一个口子 暗示 也许将来会有一些变动 或怎么样 但是绝对不是 这个前提 绝对不是外国压力 不过我在想 你就见这种侨胞 你觉不觉有时候 是很敏感的事 敏感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有些人 他是移民的 对 他 这种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你比如说像他很多的这种侨领 他是有双重国籍 或者他干脆是移民了 他干脆是拿美国护照了 那这种人 你跟他见面的时候 你当他是什么呢 有的时候甚至会很敏感的 你回 我很想考究一下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对 你比如说你回想当年 印尼 东南亚 很多国家特别排华的时候 那当时这些国家排华 其中心理一句 就是说你们这些人 到底是向着中国呢 还是老是当我们本国国民 那你想要是当时 我们的领导人 去的话 见这批人 这得怎么处理呢 这很敏感的 中国人在处理自己国民的概念上 比别的国家要不一样一点 像美国这种 他承认双重国籍 他根本没关系 他中国呢 他是一方面看重国籍 但另外 中国人的潜意是 只要看到你是华人 他还是当你是自己 是是是 就是说 他的国籍的问题 只是一个技术性点 因为我们会讲 我们留的都是美国和成交 美国的成交